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坊間我們很多時候吃月餅 都會比較偏糖分多、油分多 所以這次我們突然用地中海式的果仁去做 其實做出來的效果就像我們傳統的五人月餅一樣的改良版 為什麼改良版呢? 因為就算我們平時吃的中式五人月餅 通常都會用很多大量的糖去做 這次我們除了糖我們轉了用椰祖糖 比較健康很多 因為椰祖糖是糖尿病人可以食用的糖 因為升糖指數很低 而且在果仁方面 在果仁方面我們用傳統的果仁之外 我們再加上很多不同的脂肪 譬如我們這次加了中子、核桃、杏仁 跟我們平時中式的五人月有少許分別 因為果仁是有豐富的營養價值 但有不同果仁有不同的營養價值 譬如我們有中子 它有豐富的維他命E 因為很多素食的朋友說 吸收維他命E比較難 其實中子等 可以吸收到 而且我們今天加了很多花生 花生亦都是 花生有豐富的蛋白質 會添加下去 所以我們用不同的果仁 有大家不同的效果 要加強了營養價值 不過要注意一件事 因為花生也是一個比較容易致敏的食品 如果有些朋友說 他們吃花生對花生敏感 其實這個可以不加 我就算不加花生 其實都可以加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們這次用了這個椰棗 去代替了我們平時用的砂糖 糖膠 所以我們在煮椰棗的糖漿的時候 一定要慢火去煮 而且要常常看著火 否則椰棗很容易焦 我們做完這個月餅 其實那個夜早糖 我們都可以做其他甜品 還有就是我們做這個餅模的時候 我們包的餡 我們除了要包的皮 要包的餡 還有就是 那個底面我們都要分得清楚 才做出來的效果才漂亮 我們的面 我們就要向那個模的花紋去吸收 吸收出來的效果就會漂亮很多 又不會說一吟一吋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有一點點的技巧 還有就是放進焗爐的時候 雖然我們教了一個時間 因為有不同的焗爐大小 有它的溫度都有所差別的 所以我們都要很經常 都要看著焗爐 看著那個餅 會不會過火啊 會不會過洞啊 這樣去效果的 還有就是塗蛋漿的時候 其實不是一早塗的 蛋漿 我們焗了10分鐘左右 我們才塗蛋漿 才上皮 上蛋漿 才去焗第二轉出來的效果 這次的月餅 我們除了在這裏 教大家去做 去分享 其實我們都會帶這個月餅 去不同的社福機構 不同的老人院 和這些獎人一起互動 一起去玩 一起去做這個月餅 一起去做 做完一起去吃 這樣去分享 一來就 也可以帶多一個健康的飲食給他們 他們很多事 因為很多我們去做的時候 很多的長者 公婆婆 他們說 我平時不敢吃月餅 因為每個人都說 吃月餅很不健康 但是這個 他們又很放心吃 當然 也不可以一次過吃很多 但起碼 他們要知道 在玩的過程 大家在製造的過程 大家有互動 大家很開心 以及即時可以分享到這些成果 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希望把這個月餅 可以帶到給不同層面的朋友 去分享到這個 這麼健康美美的月餅 每人都到處都是 然後舉延 這一次 一定要有餐 可以想像你的 包裝 學家 都會有 小難児 都有 的 做 這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